千万别钻木取火了 赶快去找一个宝特瓶装满水 来透过阳光生火吧 请看今天的科学呼吸站 球门在外 尤其出去露营时 想生火却没有木头 火柴打火机等等 真的很懊恼 不过您相信吗 简单一罐宝特瓶 还有外面的太阳公公 就可以生火 准备一张纸 上方再放装满水的宝特瓶 就可以生火 不同放大镜一样 如果今天里面这个 宝特瓶里面装水 那水有折射率 所以光经过这个宝特瓶的时候 就会被折射 然后会聚在这个 宝特瓶后面的焦点上面 光线原本是四散的 但碰到有圆弧度的宝特瓶 就会有突透镜的效果 这时光线折射 遇到纸上的焦点 光线就会聚集在焦点上 产生热能 用黑色的纸张就是因为 通常来讲黑色 它辐射的能力比较强 吸收的能力也比较强 那白光比较容易反射 不容易吸收 自己试试也要特别留意 瓶身要有圆弧形的才能聚光 再来最好找透明的宝特瓶 光线才容易穿越 而加入透明液体 光线才不会部分被吸收掉 以后野外求生 或者是在外露营 就可以利用这方法生活 记者欢迎来关你 快播的